今天到来的国共论坛是不会邀请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登陆访问呢 关乱主任张智君20号表示双方正在沟通 但是也考虑到朱立伦刚当选党主席需要处理新的人事安排肯定会很忙 对此表示理解 至于什么时候要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再举行王张会 来听张志军怎么回应 至于什么时候去我还是和他国台办和陆委会之间正在进行沟通 我希望在很快吧 能够去能够到台湾去 也不要说什么他来一次我去一次 他可以多来或者我可以多去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算是我们希望这种沟通能够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